10月21日 根据通道 知名钢琴家李云迪因嫖娼被捕 对方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已被拘留 公告一出立刻引起轩人大波 随后网传称李云迪在综艺节目里的镜头已经几乎全部被剪 极少数出镜的都被打了马赛克 但很快就有粉丝辟谣 表示李云迪是被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误打马了 对方将人群中的李云迪认成是普通素人 发现错误后已经替换了片源 现在最新一期里李云迪的镜头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他还出现在了视频的封面上 确实不像出事了的样子 但如今官方出面坐时 真相已经浮出水面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通告发文表示 这个世界的确不止黑白两色 但一定要划分清楚 今年39岁的李云迪是国际知名钢琴家 他从1989年开始学琴 17岁就在第五届里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得第三名 19岁登上央视元旦晚会和春晚进行表演 从德国汉诺威音乐获得了最高演奏家头衔 如今发生这种事只能说很可惜了